作为花莲稻米三大产区之一的光复箱 生产蓬莱米、黑糯米以及红糯米 相公所为了推广扶植稻米的产业 特别向农粮署以及原民会争取设置稻米检验站 透过产地证明、品牌建立来强化光复箱的稻米竞争力 独具特色的内装风格将光复箱拓售中心内部空间一分为二 楼上的空间,乡长林清水说 将规划设置光复箱第一座稻米检验站 光复箱最大产业目前应该是我们稻米 不管说蓬莱米也好还是红糯米还是黑糯米也好 都是主要产业 然后我们希望说我们的这些小比较属于小龙的 也可以小龙的稻米可以找它通路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先移民这一块 来申请我们荣耀署原民会产地证明相关的设备 光复箱最大产业为稻米产业 出产包括了蓬莱米、红糯米或黑糯米等等 而为了扶植小农 同时建立光复箱稻米品牌 推广在地的稻米农产 相公所特别像农粮署原民会来争取设置稻米检验站 提升光复箱的稻米产业品质 我们希望用公家的保证、公家的公信力 来帮助我们这些小龙的米的部分 我们小包装米让它在下位置可以找到它的信心 然后负责我们的这些稻米、小龙 这些小龙可以慢慢来成长 收益上有所增加 计划设置稻米检验站的相公所规划 包括了检测仪器、品牌、商标的设计等等设施设备 提报争取将近300万元左右 也期盼上级相关单位能够支持 提升光复箱稻米市场竞争力 开创在地农产的产销新奇迹 记者时宇兰光复采访报道